歡迎收看容易工作室頻道 我們有容易線上看樓 香港人在大灣區生活 樓市分析 退休生活 美食探店 內地裝修攻略 駕駛購物 大灣區創業等優質漫漠 立即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 馬上去片 灣區生活知道多些 Mango告訴你 今晚為何選擇一個夜晚的時間來拍片 今晚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燈光的問題 今天我約了兩個燈光魔術師 他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你的房子燈光的氛圍要怎樣製造 才是漂亮的 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他們的家 所以我就來到他們的家 而且他們的家可能很多朋友都會聽過 就是中山的鐘女彩虹 那麼中山的鐘女彩虹 他們就在這裡住 因為主人是台灣人 所以一會兒我會用普通話 用普通話跟大家介紹這期的節目 事不宜遲 現在已經約了他們的時間 現在我就進去跟他們一起去聊一聊 令大家感受到燈光設計是怎樣的 燈光魔術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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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位是燈光魔術師 接下來我就要轉回普通話的頻道 你好 請進 我們先把麥給他給你 好 謝謝 這樣就是我們中旅彩虹 其實一進來都會有一個很大的 入戶花園 入戶花園 是 這邊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們自我介紹一下 這兩個燈光魔術師 這邊有點窄 我們到這邊去 非常溫馨 非常溫馨 這個家裡面 然後 Wiu是台灣 我來自台灣 我在這邊做燈光設計已經快三年了 主要都是為一些房地產項目 還有戶外量化 當然有做一些別墅的項目的家具的燈光設計 就是我們平時看的樣板間 就有很多都是 我們站過一點 包括我不能站在你們中間 沒關係 然後就是很多的樣板間的設計 其實都是我們有幫開發商去做 然後是因為太太來到中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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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是中山人 她是本地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Celia 然後我本身自己是中山人 其實也可以講粵語 但是因為我先生聽不懂 所以我們就這一集 所以我們今晚這一集就普通話 平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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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現在其實觀眾都很 因為上次我們做了一場直播 是講裝修的 其實裝修裡面有軟裝有硬裝 就是我可以換很多價錢 裝得很漂亮 但是其實我們特別到了晚上 有一個主角他就出來了 他就是燈光 對 那麼其實很少人去了解到 原來還有燈光設計的這個行業 建築設計啊 室內設計啊 前面聽的蠻多的 對 但是燈光設計是比較少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冷門 但是又是一個非常專業的一個學科 那在我們過往的一個裝修裡面 室內設計裡面呢 其實是比較少也運用得到 但是在我們傳統的一些五星級酒店裡面 其實我們隨時可以碰觸得到的 感觸得到的 都是現在有經過專業的燈光設計師 去做一個設計的 就是我們感覺到很高檔 但是不知道高檔在哪裡 其實就是這種燈光照出來的效果 對 這就是五星級酒店的秘密 我都告訴你了 OK 那麼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Viu的家裡面 其實很值得參觀的是 他把整個家裡做了很多燈光設計的事情 對 讓我們的觀眾呢 更直觀的看到 欸 現場是這樣的感覺 對 現場是怎樣的 當然裝修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映裝部分 我們就暫時先不講 當然專業 因為Viu他也是室內設計的 這個專業 後來現在主攻是燈光設計這個方面 對 這方面有要考證啊 有要怎麼樣嗎 其實目前國家是沒有一個明確的證書 執照這個 但是就說有開始叫所謂的燈光設計師的考核 但是其實即便沒有這個執照 你也是可以去做燈光設計這件事情 OK 但也是有學過這方面的專業 才去能夠做這個事情 對 那事不宜遲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由Viu 帶著我們去感受一下 好 整個燈光的情況 對 那這邊的話 我覺得還是先從我們玄關的部分講起好了 那玄關的部分的話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的話 這裡是我們的一個鞋櫃 那我們按照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一個過來的一個方向 我們就做一個鞋櫃在這邊 同時我們常常會在這邊擺放一些 我們自己的一些小玩物 擺劍 對小擺劍 像這是兔子 那我們當時就想說在這邊 要一個足夠亮的一個區域 所以我們這邊特別裝了四個小色燈在這邊 對 那可以看到說其實它 它這裡這種燈的話 我們叫做那種帶結光角的燈 所以你在遠處看不到它的發光面 但是它又能在這邊的工作面 有足夠亮的亮度 對 而且因為是我自己也會很喜歡畫畫 或者會買很多小裝置 小藝術品 所以我會選擇用一些角度 光束角比較小的燈去打它 然後會營造出來更好的一個氛圍感 這樣子 所以大家有留意 一般家庭就只有這兩個大燈 對 開口比較大 然後這邊會專門為了 其實就為了這個 對 是為了這些藝術品 對 就去設置一些小燈 對 那你可以看 假設我這裡是換成一個大的燈 打在這個葉子上面 它其實是沒有出來這種 這麼好的一個 那種光影的感覺 對 但是它剛好是一個非常小角度的一個光 打在這上面 其實它出來的一個光影的感覺 就會非常的好 而且反過來看這一個小小的小夜燈 其實我就非常喜歡把它放在玄關這裡 它反過來往上打 把我的樹的光影也打在了那個天花板上 它就會讓你一進來 就會用一種樹影破縮的 所以這就是光影魔術師 對吧 因為要用光也用影子 對不對 才有這個感覺 是的 OK 我們看一下裡面 對 因為其實在內地很少說 我一個一百多方的房子 會這麼如此的注重燈光的設計 對 但是這邊因為你們職業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去看一下 燈光設計師的家 它的燈光是怎麼樣子 應該說在客廳這樣一個區域 我們到底能做多種 哪幾種手法 去營造更多的一個燈光的感覺 那我想基本上 如果基本上家裡有做這種天花的話 我想一定跑不了一個東西叫做銅燈 那銅燈我還是推薦大家去做這種有帶結光角的 因為一方面的話 它可以讓你的整個空間體驗是很舒適的 截什麼角 結光角 對 這個是很專業的意思 其實大家不要把結光角想得多麼深 其實無非就是將我們的燈的那個光點 發光面往裡面深 這樣當你在遠處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像剛剛的那種效果 你看不到發光面 但是你又能感覺到光的存在 在我們地板上 對 它是這樣的一個角色 就是減少一些很炫目的燈光 因為像我們過往傳統業主家裡可能市面上用的比較多的都是那種 然後我一看過去會有一個非常炫的一個平板燈 用說以前的那種水晶燈 就是家裡面經濟中間有一個很大的 全部都三打八亮 然後你就看得見的那種 是 對 OK 那這個客廳就是現在叫的無主燈設計就是這種 對 主要都 其實無主燈設計的話 無非就是它裡面的字衣就是說 它少了一個大的主燈在中間 它相對來說反而是用更多不同形式的燈去 去打造家裡有不同層次的一個光與影的一個 就是說它的焦點 對 這邊會有不同的場景是什麼意思 這邊有不同的 例如說我們在家裡的話 我們設計了一個像是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有個營冰比較明亮的一個場景 那像 那現在是很明亮的 現在是相對 我們在這裡這邊 那這裡現在是很明亮的一個狀態 對 相對來說明亮 我們觀眾在那邊 然後再來我們會有一個觀影的一個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我們剛剛的燈 對 進場中 剛剛的燈 有 剛剛再來一次好了 這裡是我們的一個營冰的模式 可以看到說我們的電視牆 剛剛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亮度 那像觀影的話 我就會稍微讓它變弱一點點 對 然後 其實我人在這裡的感覺就是 一開始就覺得很熱烈 現在相對又如何一點 近一點 近一點 對 然後這邊 就是一個鍵就控制 對一個鍵控制到所有的燈這邊 那這樣的 這是等於是一個遙控器 對 那這位有別與以往 我們去做牆上的那種物理開關 因為你開跟關就只有亮或不亮 只有一檔 或者我們說 對 其實像我們傳統的時候 如果按照我們傳統開關 我們在設計一些回錄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我進到來客廳 我待在客廳那我就開我客廳的燈 但是你想一下那我可能為了省電 我就會把玄關的燈給關掉 或者怎樣 但是我們在做燈光設計的時候 其實你不同模式下 它不單只是燈 就是那個燈的一個照度的強弱 在那裡調色它的一個照度的強弱 還有就是它可能我會連通到 我沒有把連通到我的玄關區域 我的玄關區域不是整個關掉了 而是整體的弱了下來 它不再成為我們剛剛進來的一個主角 它現在還是在亮著 但是沒有剛剛那麼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剛剛營冰的時候 是這樣的一個亮度 營冰現在是營冰狀態 對 那我觀營的時候 我就會降到這樣的亮度 這樣就可以想一下 萬一有個外賣小哥在那邊敲門 我還是可以這樣子很自然的走過去 我不會說完全是一個暗的狀態 那這是第二種模式 其實觀眾大家可以看到 就換一種燈光就調弱一點 就我們非專業角度 我感覺燈光調弱了一點 整體的氛圍就不一樣 還有更多的模式嗎 這邊我們為了 有時候我們晚上工作完很累的時候 然後我們可能剛看完電影 我們就不想 我們在沙發上就很想休息的時候 我們又再調了這個 只剩下這種叫做氛圍 我們是不是先把廚房關掉 可以 可以 這邊嗎 對 我們再來一次好了 我們剛剛這個也是一個觀營的模式 那我們今天可能看完電影 就是想在沙發上睡覺一下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就調到這樣的一個模式 其實基本上你都還是能看 還是能看得到周圍的東西 但是你這種情況下 就已經適合睡覺了 對很適合睡覺 或者是冥想 因為現在其實有些人會喜歡在家裡做瑜伽 或者做冥想 其實這種場景是非常合適的 OK OK 我們現在先贏一下冰 因為有很多觀眾在看著 好 那麼三種模式 加上無阻燈的設計 其實讓你的客廳至少有 能夠有三種不同不一樣的感覺 對不對 對 那客廳這個部分呢 可能從燈光設計上 可能主流都會有三個這個這個 對 應該說我們日常當中用的比較多的 就是這三種模式 我們可以設置更多的模式 因為根據個人的一個喜好來 但是我覺得日常常用的話 就是一個迎賓 一個觀影 一個就是深度休息的時候的氛圍模式 OK 好 那飯廳和餐廳的廚房 餐廳和廚房也是很多觀眾朋友 比較關注的一個點 對 像這個餐桌 所以我覺得就很亮很舒適的一個感覺 廚房餐廳肯定是大家 我覺得在家裡面待 我覺得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時間 你是跟家人在裡面用餐 比較重要的時刻 那尤其當你自己煮好 心裡苦苦煮好 才放在餐桌上的時候 那一個好的光線 肯定可以使這個 才顯得更加的誘人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有的人做法 就是調一些比較有裝飾性的調燈 那這邊的話我們選擇了一個 現在近年這兩年兩三年 非常流行的 可能叫磁吸軌道 在市場上叫磁吸軌道 但這個其實不是磁吸 這個我們叫迷你軌道 的原因是說 對迷你軌道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裡的軌道非常細 大概它不到20mm這樣子 不到兩公分就好了 兩公分 但我們Celia不要明白 這個就是這個產品的話 它還得了今年德國的紅點獎的一個產品 這個系列 對這個系列 所以它是一款非常棒的產品 就是如果要剩右斬的話 它實際上體積很小 但是它照度很強 而且它還可以調整它光束角的一個大小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個線型軌道 就其實我講到這裡 我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手 有好多個影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有幾盞燈照下來 對 有好幾盞燈 對 現在在這邊呢 我已經有一個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邊你可能看不到多少燈 但是光呢 是足夠的 是足夠的 它出現在它該出現的地方 而且也足夠亮 對 這一點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就是我們很重要的設計裡的部分 是的 像我們吃飯的時候 如果我們更關注的是我的菜有沒有被看得到 有沒有被表現得到 或者我的食慾有沒有增強到我的食慾 那它又涉及到就是燈光裡面它的一個顯色性 那它的像我們在五星級酒店裡面 我們餐桌上的食物好像看起來特別的鮮艷可口 那其實它跟它燈具隱藏的一個秘密也有關係 它的一般它的那個顯色性都會達到RA95以上 那像我們現在這個燈也是 那我的當假設我這裡有菜的話 它就會很好的去把我的 讓我的菜看起來更加的誘人一些 對 OK 那這邊就是大家記住了 燈和光是可以分開的 兩個部分去考慮 是 最好是看不到燈 但是都有光 對 那這邊這個廚房 其實我覺得 我們很多的 因為現在包括在我們的觀眾朋友都會 我們這樣子 我們觀眾朋友其實都會有在廚房設計上面 因為都是一盞竹燈為主 但是這裡大家看一個細節 這個廚房很特別 它有三個桶燈 還有一個線性燈 然後櫃子裡面還有一個氛圍燈 然後下面還有一些這個叫什麼 也是要線性燈 也是要線性燈 所以一盞燈都看不到 但是卻很亮 你能給我們介紹一下這種感覺 Viu 當時我們這邊其實也是想做一些小實驗 就是說在家裡用這種 其實這種線條的這種元素 在一般在會所 或說在一些比較公共場所才會做這種做法 但是我們想說在家裡就做一下這種實驗 讓家裡比較有一種線條的現代感這樣子 所以當時我們做這個東西的初衷 這個東西的話 我還是推薦大家去用這種 帶結光角的一個桶燈 因為這個也是很深的 其實如果從客廳從這邊看過來的話 它是完全看不到上面的發光面 我們現在離它這麼近 但是我們依然是看不到它的一個 除非你站在下面往上看 對 除非你真的是要90度 但是一般我現在離它20公分 2030公分 我還是看不到它的發光面 但是地板我觀眾朋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磁磚都是有散散發亮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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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是帶一點點散散的感覺 這個地板整個很亮 然後光又反上來 所以其實整體感覺就 真的是 就把光的設計做得非常的棒 是 是 然後第三個角色的話 就是我們的成板這些燈 那成板燈我是覺得說 其實它會是你做燈具裡面最好的一個投資 因為怎麼講 你在廚房的話 肯定待在吧台 就是這個料理台這邊的時間肯定很多 那我們總不希望說 我們在做料理或是說切菜的時候 然後這邊是暗的一塊 那其實在成板下面的話 這個叫成板 這個叫做嵌入式的線形燈 對 那它會跟著你的這個櫃子一起做 當時在做這個櫃子的時候 就要留好這個槽 等於是一種訂製的 它也不是訂製 但是你要給到 如果你真是想做的話 你要買訂購好這個線形燈 然後給到那個做訂製櫃的 那個人去幫你去安裝 那還有一個小細節就是 我們現在很多為了追求 也有很多業主 他家裡會裝這種成板櫃的線形燈 但是它會通常會裝 你看我們現在是裝在 比較靠外面一點來對不對 對對對 有些裝在裡面 對有些是裝在這裡面 那裝在這裡面跟外面的一個區別是什麼呢 裝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的光是打在這裡 我這裡的氛圍很好很漂亮 我遠處看過來很漂亮 但是我這裡工作面是偏暗的 但是我裝在這裡 我的發光面是 發光效率發光面是盡可能的變大 所以我的工作 我的操作區域是有足夠的一個道具 這是考慮使用的 對 裡面就是漂亮的 對 但是裝兩條又多了 對 裝兩條就會有點多 但其實現在現在只是已經剛剛好了 對 所以我們在如果說 當你真的是要買了這個成板燈 要裝的時候 我到底要裝在哪個位置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了 裡面就是漂亮 裝裡面就知道 這家是不做飯的 裝外面就不要做飯了 對 一般樣板繁榮的比較多 就是裝在裡面 對 我們看到很多人做外面是這樣的 對 好 那麼外面是廚房是嗎 對 外面算是我們的一個熱炒區域了 因為中山其實它有規定說 要通這個燃氣的話 一定要在這邊加一道門 所以我們當時解決方案 就是加一個折疊門在這邊 哦 這個其實開放式廚房 對 那只是燃氣罩這個部分 對 要封住 對 所以我們就 這裡要很多觀眾朋友經常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做開放式廚房 對 但是怎麼解決 這是一個方案 對 這是一個方案 然後我們就加了 就是這樣生活陽台 對 加個門給開它 原來這是一個生活陽台 小陽台 但是我們就把它放到外面來 就熱炒部分 對 把窗封掉 對 但是其實這樣還是會更好 因為畢竟有煙區嘛 我還是可以開個窗 把它給排掉這樣子 OK OK 所以又可以有開放式廚房 然後又可以通過燃氣安裝 對 然後又看著就很像 孔是 哦 這個也值得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 沒有 這是我們翻車的一個 最典型的案例 翻車 大型翻車現場 燈光設計師的翻車現場 就是當時這個我講一下原油 就好了 其實這是棕櫚彩虹嘛 它層高大概三米 但其實像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沒有三米的原因 是說它這邊有個主樑過去 它會作為整個建築的受力的一個結構 那這邊是沒辦法再往裡面打 所以當時我們做了這個天花 我們也不希望說做得太矮 下面空間做得太矮 就變成說它留在天花裡面的空間 可能不足五公分 就變成說我們原本想裝的燈了 它後面的屁股 它塞不進去 所以我們就只能留這個洞在這邊了 我以為又是有一個什麼隱藏的 大家以後要注意這個問題 這值得學的教訓 然後這邊是陽台外面 對對對 那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陽台其實也是很多 我們觀眾有沒有想要去知道 我們的燈光有沒有什麼建議 是 一般來說的話 把平板燈打開 比較軟 這是家庭生活 呵呵呵 一般來說在陽台的話 肯定會裝那種平板燈 就是這個就叫做平板燈 對 可以說是平板燈 西頂平板燈 對 很多叫法 那它無非作用就是 給陽台一個基礎照度 就是均勻的把這個地方打亮 很均勻的把它打亮 對 因為你肯定會在這邊晾衣服 或者說洗拖拔 或者說做一些 或是嬌嬌花之類的 但是我們在這邊的話 我們當時也是做了一個小心思 做了一個 這其實是戶外比較常用的 上下照的壁燈 對 上下照的壁燈 那在這邊其實會給我們一個 比較氛圍的感覺 因為當我們把上面這個 平板燈關掉的話 其實留著這個燈的時候 有時候其實我們在戶外 如果只是坐著聊天 或者說跟朋友喝個酒賞樂的話 其實這樣的一個基礎 這樣一個氛圍照度 氛圍就夠了 就是我要追求比較浪漫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溪頂燈給關掉 然後我要追求一種氛圍的感覺的時候 我就只開這個壁燈就好了 然後要洗衣服的時候 就把它開起來 OK 好 那其實也不用很複雜 在陽台外面的一個 是不是 對 但是線路要預埋啦 線路要預埋 對 如果不預埋的話 那個壁燈也是沒辦法裝 對 哇 這邊這麼多電腦是你們的 工作室 工作室 對 因為我們自己除了我們自己 有一個獨立的工作室以外 我們在家裡有時候用完晚餐 我們還是會想做一些工作啦 對 那有時候甚至會在家裡熬夜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小工作室 那我相信 我能不能理解 如果有觀眾他是書房 其實也可以參考這種 也是 對 書房其實也可以參考這種 概念 對對對 因為我們是本來這是一個房間 然後我們把這個房間整面牆給打掉 所以就做成了一個跟客廳 有一個互動性的一個書房空間 然後就兩個人一個人待在客廳的時候 一個人在工作的時候 也是還是有一種互動的感覺 交流的感覺 對 所以這個燈我們看一下 雖然說沒有主燈 但是小燈我看到還是不少 對 那這裡面的話 我們先講一下這邊上面天花的燈好了 天花的燈我們當時做了一個 這邊的線形燈 那它是直接嵌在我們天花的邊緣 那它會可以這個整個空間 對 它會給整個空間一個很線條的現代感 這樣子 那配合我當時又在後面 我們這個升降桌下面 又改裝了一個線條燈 雖然沒有裝得很好啦 因為它後來一點掉下來 對 這算是我自己DIY做 所以比較裝的沒有那麼好 那後面我當時又想說 未來我可能會做一些洞洞板 然後可以掛一些東西 所以我就想在這邊做了一些 這個叫洗牆 洗牆燈 對 那可以看到說跟我們在客廳 下照的燈不一樣 它的作用主要是在洗這一面牆 盡量把它洗得均勻一些 對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這不是一面白牆 只是還沒有掛上去 功能性東西的一面牆 反正洗牆就是要均勻 這是一個標準 對 評判它好不好的標準 對 那我這個操作台上面 為什麼沒有做一些燈 因為打字啊 什麼的 為什麼沒有去做一些燈 照在桌面上 其實當時我們也有想說要做燈 大家可以看到說 那邊我們有留一條線在那邊 只是後來我們又覺得說 其實我們沒必要說 特別為了這張桌子 去掛一個大的吊燈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說這樣很會有視覺的壓迫感 其實我想大家現在或多或少在書桌上擺的更多 應該是電腦 而不是說書 我想在十年前的話 大家一定會想到說 大部分是你買一個台燈 然後就可以照亮書桌上所有的東西 但現在我更推薦大家是你去買一個屏幕燈 像這款是小米 一個叫屏幕燈 對屏幕燈 其實它不一定夾在屏幕上面 大部分 如果我看書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 對對對 因為我們有些觀眾是 可能是並沒有使用那麼多電腦 對 也是啊 對 只是說現在的話 它這種屏幕燈 它會更追求整個書桌的 它其實也是有一個洗牆的作用 它是這樣盡量把這一面 能不能關掉我們看一下對面的感覺 按一下 OK 現在就是關掉的狀況 現在是關掉了 那其實在書桌上它會有個指標 大概我講一個比較科學 就是它有600到800Lux 那現在這樣的照度 對 也聽不懂的時候 就知道是很專業 它這樣的照度很明顯不夠 所以我們一定要開它 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邊它會集中一個很均勻的照度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又很小 對 它很小 它上面還會發光 對 有個氛圍感 如果大家是有那種玩遊戲的需求的話 就會比較喜歡這種風格 比較有帶有感 對 而且它是可以調色溫的 我按著它的手 現在是比較偏冷 然後現在就更冷 然後我讓它軟一點 如果我不喜歡冷的話 那我讓它軟一點 哇 很神奇 對 這樣子 這個會不會很貴 然後或者強一點 弱一點這樣子 都可以的 這個非常的好用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燈光的 可以給你帶來的那種感覺 是很即時 而且 直接的感覺 對 對 這種感覺是很好 是 OK 好 我們書房工作區域的建議 對吧 大概是這些 哇 這個是買回來的 自己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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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很多的 我們的看到一些家裡 都喜歡掛一些畫 對 然後掛畫很多都會用燈去 打亮它 對不對 那這方面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我要怎麼打我的畫 一方面其實主要是看你畫作的大小 一方面 那現在其實大部分畫的大小 都會維持這樣的一個比例 跟屏幕很像 大概16比9這樣子 但也有可能你今天的畫 是走長形的路線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你就要去比較參考 博物館的做法 就是這種 博物館 對 博物館或美術館的做法 像這個我們在上面掛的 這個兩個軌道 高壓軌道燈的話 它就專門拿來做 打博物館的一些展品 應該說那個燈 對 燈本 不是那個軌道 燈本身 那個曜光燈 那其實在選這樣的射燈 我們統稱這種叫射燈 或叫洗牆燈 很注重它光型的一個展現 像它現在的光型 它每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鏡頭來看一下 它是整面都在亮 對 非常的均勻 它不是只是一個小光斑打在上面 舉個例子 是不是像這種 對 對 只是 想想這裡有一幅畫 這裡有個腳 對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家裡就是裝這種桶燈 然後我這裡有一幅畫 然後就放在這裡 假設我的畫比較大的畫 那它就是一個小辮子在上面 那其實是不好看 因為你不會在我們的美術館那裡 博物館那裡去看到一個小辮子 在這個畫上 所以就是我們的燈 是要把整幅畫全部打亮 對 是對的 均勻打亮 喔 OK 跟著它的大小 跟著你的尺寸 對 跟著它畫的尺寸大小 然後又學到一個很好的指示點 對 這邊我們到房間 對 這幅油畫 據說就是在這裡完成的嗎 小小畫室 對 我們平常自己玩一些小創作的地方 然後這是我們的小畫室 那當時這邊在裝修的時候 比較沒有去做太多的硬裝 因為想說未來如果生小孩的話 可能可以再做一次 更符合小孩的一些改造 那現在就保持這樣子 看到燈光設計師家裡面 其實也有只有一盞燈 對 因為不是所有空間都值得你去深入去做 有一些像我們現在沒有怎麼樣 沒有就是特別需求的一些空間 它只要夠亮 夠亮就好 但是其實這個房間也是有一點小心思 我們這邊做了一個向上的 把這個關掉 大家對比一下這個感覺 對 柔和很多現在 對 這是一個國外很流行的一個頭光洗牆燈 它也是給到我們整個空間 一個很好的一個基礎照度的同時 讓我們整個空間的氛圍感更加的舒服 讓我們待在裡面 對 現在燈光明顯沒有那麼刺眼 剛剛這裡有一個太陽 對 而且我們看不到發光面 所以大家為什麼喜歡月亮 就是它只是反光 你就沒有那麼刺眼 間接照明 好有道理 對 OK 是 那這個房間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真的這一下就整個感覺不一樣了 對 就是其實如果你 這個叫我觀眾更記住這個叫什麼 投光閉燈 投光閉燈 對 其實如果你想就是一些小孩的房間或者老人的房間 想要做的有點氛圍 但又不想太複雜的話 非常推薦這一塊燈 一個就夠了 對 對 一個就夠了 對 一個房間 OK 好 然後客廳我們也看了這個 工作室也看到主人房 是 因為也是很多觀眾非常關注的一個部分 就是主人房 因為你在這裡面會有很多的這個做法 做法 對 從燈光角度 從燈光的角度 我覺得主人房 我想大 直接跟大家講一下重點 就是切記在你的枕頭上 絕對不要裝銅燈 對 其實這是我們現在很多業主家裡 長範的一個錯誤 我們沒必要像酒店那樣子 在床頭上面加兩個桶的 對 那是因為酒店要表現它的一個空間的氛圍 還有高級感 對 有時候我去酒店 你知道那個 你睡覺的時候 它一般控制就在旁邊 對 你晚上不小心一打 哇 就像被審犯一樣的 對 特別難受 所以肯定上面是 覺得不可以 不可以 對 OK 好 然後這邊我們當時又做了一些小時間 例如說這邊窗簾的話 我們想要洗亮它整個窗簾的質感 我們這邊特別裝了一個線型的洗牆燈 在這邊 對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說它整個的氛圍感是很夠的 對 因為這裡又有亮的地方 對 然後又有光影 對吧 所以把這個 這個窗 窗簾 的肌理 對 肌理會擦得很漂亮 擦得很漂亮 其實這裡也有個裝修的 肌理是什麼 就像這樣的溫露 嗯 肌磊慢漏 慢漏 OK 其實這裡也有個裝修要注意的小技巧 就是一般呢 我們會碰到在現在的裝修 很多時候是一個反燈槽 那我們反而 你現在看到我們的窗簾 是洗得非常均勻的下來的 嗯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你以後再留意一下外面 它都只是打亮我的 我們的那個眉頭 它下不來 這個光下不來 現在我的光 其實是燈的選擇的問題 安裝方式的問題 安裝方式 對 所以我現在 要打醒了 也打了 這個我不像用粵語講 我不知道普通話怎麼表達 對對對 它可以 其實我們更多的時候是追求 讓它的光可以非常均勻 均勻的洗下來 而不是只是打亮它的 就上面亮了 對 很多時候你會看見 其實只有下面那一節亮 然後下面都是黑糊糊 安裝的角度 角度 對 安裝的方式 那它其實是安裝在 它沒有安裝在反燈槽 放在這裡 做了一個 沒有做一個二次折射 而是一次的一個上下垂直上下 其實要二次折射它才可以 不是一次 一次 二次是錯的 對對對 好 然後像這裡 我看到現場 我們這個 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舒服 這個床頭的這個 我們也是有一個洗牆 但是我們會做一個壓克力 去把它造起來 目的是說為了讓我們的床頭 這個部分有個很柔和的一個洗牆的作用 它會有別於我們剛剛的窗簾 追求要一定要洗到地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只要在這邊 我們還特別為了這個去調了一次光 把它調的特別弱 所以當我們今天 來點桿 能不能把別的燈 我們把其他燈關掉 關了 然後感受一下 這樣子嗎 OK 這樣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如果今天假設我們在左臥 就把全部燈都關掉的話 其實這樣的環境就特別適合 你睡覺前可能想看個電影 或者看個電視 或者說 我說再搭配這樣的床頭燈 你其實是可以看個書之類的 然後不影響到其他 有點像坐飛機的那個 對 那個小小的 那種感覺 對對對 但其實這個非常好用 因為當我們它可以單控 那當我們就是一邊想要看 睡覺一邊想要看書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單獨去開我自己這一邊 這樣子 對 也很方便 如果你要叫醒對方的話 直接把他的床頭燈給看 哈哈哈哈 是 OK 那這邊的話 我看這裡還有兩個小燈 其實是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做 重點照明 我們站遠一點 其實看它的光 是吧 因為這邊這個小角落 對比度非常高 就是說它可以把我們 我當時其實也是想說 我們可能在這邊在睡前再做點工作 拿個電腦在這邊 只是想說就為什麼在這邊 原來是個動作 對 對 所以就當時為什麼會加這兩個小 小燈的原因在這邊 對 好 然後 也是無主燈的一個睡覺 對 其實還可以再看一下 其實這個城板 城板上面 我們也是加了一個氛圍光 那其實這會讓它看整個地面看起來 更加的有層次感一些 所以我們來個遠近看一下 而且這個氛圍應該是比較亮一點 對 因為它會看到別的 其實你看我現在都沒有開上面的一個主燈 也沒有開上面的一個氛圍燈 但是我光開的是下面的一個中位的一個照明 然後它就讓我整個反射回來 整個光線就讓我感覺到非常的舒服 其實有好幾種氛圍 對 床頭是一個看電視的 對 然後當所有的燈都亮 包括我們的窗簾 這邊如果一亮又是一種感覺 當那些關了 把下面這裡開啟 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對 所以這就是光影魔術師 對 石油間這個部分 其實 可以 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較私密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應該還是有一些 對 還是有一些亮點存在的 就其實因為我個人還是比較追求一種氛圍的感覺 所以我泡泡浴的時候 我會喜歡比較柔和的一個線行光 從牆上這樣非常柔和的洗下來 它通過洗亮我的牆 然後就達到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基礎照度 那但是當我想化妝 我想非常亮的時候呢 我還是會有一個筒燈作為一個燭光源 然後去給到我足夠的一個基礎照度 把我的就是那些皺紋都拍出來 對 這個其實很多酒店也有這種 這種 有 氛圍燈的設置 對 沒錯 就來到我才知道 原來這樣子的氛圍 也可以用在家 對 這種設置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對 OK 剛剛我們已經有了解到關於每個房間有一些很好的建議 我想說現在要不坐下來給觀眾去做一些介紹 一些小tips 對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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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麼其實呢 有幾個問題我想 就觀眾也是想知道的 比如說一個房間裡面 就我買一個這種平成 對 100多方 首先第一個 有沒有必要去做燈光設計 當然有了 我覺得蠻有必要的 就是燈光設計 就是我們平成房裡面 能用到的 用最小的預算 呈現出來最極致 最大的一個體驗感的一個效果 哦 就是說可能我 我花很多錢才能夠裝一面很漂亮的牆 對 但是我通過燈光的調節 對 你至少就有幾種模式了 對吧 對 手機都有靜音模式 戶外模式 對 應該說讓我們的 如果你花了很多錢去裝修理的家裡 我們的燈光是讓你的那個家裡的東西 就是呈現的更加有質感 好的燈光 那不好的燈光 就會讓我們家裡的 就是很貴的一些裝飾材料 顯得更加的 天價 廉價 更加的冷清 那也是就你想 一年都有四季了 都有四種不同的感覺 但是這一家 我花那麼多錢 那麼多薪資去裝修的房子 它怎麼能夠只有一種燈光的氛圍呢 對 OK 那麼第二個就是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 就是說當然能夠邀請到你們幫忙去做設計最好 但是我自己家裡面如果去做一些光源的選擇 像你剛剛提到的有幾點是很好的 像那個床頭不能夠有色燈 對 那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小tips可以帶給我們的觀眾 浴室的話肯定要選那種防水的 那它在一些指標就叫做IP44 就叫防漸水 因為其實浴室一定會有蒸汽 尤其你洗熱水澡的時候 那些蒸汽無形當中 你沒有帶防水的話 時間久了一年兩年它就會開始閃 那這個就是你在前期去選燈區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的 它的功能性 對功能指標 對 那像現在都是以暖光為主 是不是 對 一般家裡我們都是以暖光為主 去營造一個我們更加溫馨的一個感覺 如果冷光的話 可能我們會更偏向於一些 在工作空間啊 辦公空間啊這樣子去使用 但在家裡很冷清的 比較冷的一些光的話 會讓我們顯得一個非常冷清的一種感覺 那如果光源這個角度 有什麼評判的標準的時候 這種做法是一定不好的 比如說像床頭上不應該有燈 或者是還有別的一些做法 是一定是不好的 一定是不好的 應該是沒有 沒有 這樣子一下子可能 要用論空間去看 對 其實是並不是說很單獨的一個問題 對 但是呢其實今天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跟聽你們介紹完 就是說你們完全是把燈和光 這兩個東西是分開來的 對 對 不能夠看到很刺眼 對 但是呢同時操作面也足夠的亮 這種就算是OK的 因為畢竟我們是燈光設計師 我們並不是所謂的燈具設計師 那所謂燈具跟講求是它產品本身的一個性 或者它的外型 但是我們作為燈光設計師反而跟講求是它在空間中的一個應用 對 它跟人的一個影響 這個層面上 對 那麼再問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那如果說要找你們來做全屋的燈光設計 首先剛才問了 就我買的是哪怕是一百方的小平成 這種是你們會接單嗎 別人會接的 因為平時 因為我來之前我是有做一個資料 就是了解到基本現在接的是一些別墅啊 不要多一點 就可能面積會更大 因為它可以實現的東西會有很多 對 那如果是小一點的面積的 鋼需房 我們這邊 也可以啊 在使用桌子 那我們自己這裡也是鋼需房 對 也是可以 那這個費用會很貴嗎 也不會在大家萬字頭吧 也反正在大家能接受的範圍 OK 就其實那你們的工作是 先要跟業主去了解 他的需求 大概會了解哪個方面的問題呢 首先應該說他對燈光的一個 他本身的一個認知 還有他自己有沒有一些喜歡的風格 我們也會從一些 其實燈我剛剛講了 我們盡量集中在光的本身上 但是其實燈它有很多不同的外型存在 所以我們會先去了解業主有沒有這樣的認知 再來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習慣有沒有一些 還有他的家庭成員 家庭成員 對 還有一新業主他喜歡 真的就是你不能說 我們燈光室裡面覺得 氛圍感就是要暗暗的優優的 但是不是所有業主都會喜歡那種 我跟你說 我們有一個業主是很喜歡做縫紉的 那又是有一定年紀吧 那你就肯定要很亮了 怎麼會我們把原本平均一般人 能接受的這樣亮度再往上提高一層 對於老遠來說的話是這樣子的 OK 確實是這樣 那像小朋友他喜歡玩玩玩具拼模型 那又是另外一種燈光氛圍啊 這些這些設置會了解到 了解到之後是出一個圖嗎 還是怎麼樣給我們的業主呢 效果都會了 因為現在我們覺得說 業主其實如果光只看圖紙 或講CD那種圖紙 其實他們沒辦法了解說 你到底想不要了解 對 其實我們一般在 跟業主接觸的過程當中 首先我們收集完業主的需求之後 我們會去跟他的室內設計師 去做一個對接方案的洽談 讓我們一些燈光的想法 湧入到他的施工圖紙裡面 然後 讓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不是說 你做完了室內設計之後 再來找燈光設計 而是一開始找到室內設計之後 應該再去找 同步要找 盡量同步了 然後我們兩個的工作就好比 兩個拍檔 然後一起相輔相成的 然後這就是 然後之後 但是我們 雖然我們的工作交付是 CAD 施工圖 但是對於業主來說 很多業主可能看不懂 那我們也會用 我們能用業主能看得懂的方式 去呈現到給他 也會有效果圖 燈光效果圖 燈光效果圖 會讓他理解到 他家裡會有 類似一種氛圍模式 他燈是有怎麼樣子組成的 會得到怎麼樣子的一個效果 這樣子 很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也邀請到兩位燈光設計師 用我們去做這個展示 家裡面的有三種氛圍 其實我的感受就是 真的是像我們Celia這邊講到的 用很少的成本 讓整個房子能不能在瞬間 變出不同的感覺 對 主要是感覺 對 變出不同的感覺 我想這就是 可能是我們燈光設計師 是很核心的一個技術所在 是 然後呢 小房子 小評審 也是可以 去做很多花樣 其實更應該做了 在更小的空間裡 去獲得更高的一個價值感的體驗 沒錯 那麼希望這一期的視頻 能夠幫助大家去了解到 我們原來燈光設計是這麼重要 那麼如果你想在中山 珠矮 或者我們的頻道裡面 你想去做這個燈光設計的話 也可以來找Will和Celia這邊 幫你去做一個燈光方面的一個設置 因為幾百萬的房子買了 然後好幾十萬的裝修也做了 我增加一點點的錢 就能夠將整個氛圍有不同 提升 提升很多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最好一個 畫龍點睛 對 這個部分 幾萬塊絕對是畫龍點睛 對 OK 那麼非常感謝你今天晚上的做這個分享 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想去參觀更多的你們的別的作品 對 也看觀眾的反響熱烈程度 如果你覺得這些對你的幫助是有的 然後你比較感興趣的 歡迎你在評論區下面 去留下你的評論 那麼如果你有問題想提問 也在評論區去提問 那麼這邊我們也會將你的問題 轉述給Will和Celia這邊 盡量解答 對 解答一下 大家這方面 因為這個是一個蠻新的 一個topic 一個topic 非常得意 蠻新的一個topic 那麼我們也非常榮幸能夠 請到Celia和Will幫我們去做這期節目 謝謝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